今天给大家处理一下钓鱼 我们先把它头取出来 刀起过来 一刀拉过来 翻过来 一刀推回去 然后把它的龙体骨擀掉 这就是它的鱼头 我们换一掉 然后把它内掌刮出来 推动 现在我们把它的鱼排取出来 刀翻过来 贴着它的背 一刀 贴到尾巴 然后再顺着它的鱼排的骨头推进去 贴到尾巴拉回来 好 送过来 贴进去 贴进去 翻过来 贴到 三把刀取出来就是这样 同样的 现在我们翻过来 从它背骨开刀 一刀拉过来 螺线5S 贴进去 翻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里的 齿盘线给装 这就是它的鱼排 它是一叁 我们把桌面插来下来 我们把桌面插来下来 现在我们拿出鱼排 端上 鱼排 我们把它的鱼排和鱼皮取一下 从它的尾巴这个位置 推上去 拉过来 鱼排已经取出来了 现在鱼皮喔 它的尾巴一包挂到它的鱼皮的大拇指顶住 到镜丧管 拉本 这就是它的鱼皮 这边也是同样的 挂进去 挂回 接着再试一张铺盘方纸 铺上去 把鱼表面的水分稀释一下 然后我们把桌面挂一下 接着我们把中间的这条骨头把它取掉 这里面是有鱼翅的 放过来 这边修一刀 这就是一刀钓鱼已经抽出来了 作品每天更新 喜欢老铁双击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应该换了 是